今天幫朋友修理一部壞軟風機 徵狀是不發熱,風扇和搖擺送風功能都正常 其實不用檢測都知道壞什麼,影片尾段告訴你為什麼 上次修理電池爐被網友罵我沒有做檢測就維修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軟風機原理及檢測步驟 拆開軟風機,先講解底部裝置 見到一個微動開關 作用是當軟風機被碰跌時立刻斷電 用慢用標撥到左礦檔或右極管檔位,就可檢查微動開關有沒有壞 如果軟風機完全沒有運作,就是它問題 這個是搖擺送風的摩打,如它出問題,就不能搖擺送風 另外開關旋扭損壞也會令全機不運作 另外一個旋扭負責溫度控制 量度控制溫度的乾黃銅片有沒有接觸不良 如出現接觸不良,會導致軟風機不發熱 一邊量度一邊轉動旋扭 用慢用標檢查過無出現接觸不良 如出現接觸不良,可用砂紙打磨一下接觸點就可解決 之後量度兩組發熱線 測出正常阻礦,代表發熱線沒有消毀 最後檢查這兩個零件 一般製造商為保障用家安全,都設有雙重保護裝置 這兩個組件就在保護裝置,在防止機內溫度過高的零件 這一個在可服位保護裝置,當機內溫度過高時,它就會斷電 當溫度回復正常時,就會回復供電比發熱線 另一個在溫度保險時 當機內溫度高於標準,就會永久截斷發熱線供電 先量度可服位溫度保護裝置 正常沒有問題 而溫度保險師就出現不正常阻礦 相信已經斷路 拆出來兩組一下,證實已經開路 更換它就可解決 留意它的規格標示是250V 10A 112度 代表它可承受250V電壓 10A 電流 在112度或以上高溫下就會截斷電流 買回相同規格就可以 內部原理在有一個對溫度敏感的物質 當溫度超過指標下就會溶掉,導致彈簧鬆脫,從而截斷電流 影片開始時,我說不用檢測及刷學都知壞什麼 是因為擦學前望到發熱線布滿塵內,機內溫度一定會過熱 從而觸發保護裝置 網購買了同款,量度一下 壞的在不倒通 正常在倒通的 裝回溫度保護師前,一定要徹底清潔發熱線的塵內 我就連摩打都拆出來徹底清潔和加潤滑油 清潔後就不會被塵內阻塞,導致機內過熱 裝回新的溫度保護師 看接時要注意時間,以免看接時的高溫超過保護師可容許溫度上限 而且功率比較大,必須看得穩固 底部亦上石,以免出現接觸不良 裝回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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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溫正常,完美修復 最後提醒大家使用多年的暖風機,需定期清潔內部塵內 或建議買有格塵內面的款式 感謝觀看,頻道還有其他教學影片,請觀看及訂閱支持